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眼镜代言官宣 网友,保护好鹰眼,让大拍无处遁形 听闻王一博的商业版图再添一位新伙伴海伦凯乐眼镜 势力不好的找找君赶紧前来围观 原来不止框架眼镜 街拍用来凹造型的太阳镜也好看得不得了 网友们更是脑洞大开 高呼海伦凯乐要保护好王一博的鹰眼 让大拍们无处遁形 镜中万象,镜后高光时刻 真是自我,勇敢放胆一博 恭喜王一博解锁海伦凯乐品牌代言人身份 这是24岁的王一博本年度的第24个代言品牌 不得不说一切巧合皆来自缘分 其实 王一博戴眼镜的造型还是蛮多的 戴上眼镜的他也是非常的帅气惹眼 小小的两枚镜片让王一博的气质不停变换 冷清的氛围感使得王一博变得神秘感十足 眼镜一戴 最帅的裤盖 最近频繁营业的裤盖可是宠坏了粉丝们 听闻一博的新代言是眼镜 大家的脑洞也跟随百里二郎的步伐一起翻腾起来 不禁发出了倡议 裤盖戴眼镜别只顾着耍帅 防紫外线辐射的同时也保护好眼镜 发挥你横电鹰眼的技能 让那些戴拍们无处遁形可好 提到王一博抓带拍 那故事可就多了 不仅让带拍们闻风丧胆 每次抓捕也都兴起有趣 王一博带拍杀手的名号由来已久 与横电鹰眼一样来源于横电拍戏时期 带拍们为了拿到最新的剧透照片 为了满足个别粉丝热切的心情 加之利益的趋势 使得这些带拍们无时无刻不埋伏在剧组周围 而不走寻常路的王一博 却在拍戏间歇时与带拍们玩起了猫抓老鼠的游戏 并且依抓一个拙 王一博的影响力已经不言而喻 暂凡有一丝风吹草动就会掀起轩然大波 如果冒险拍得王一博的路透 那售价可是相当高了 更是热门的不得了 怎奈王一博的镜头感超级强 无论带拍们躲在哪个犄角嘎啦 都会被王一博轻而易举地发现 随后场务就会迅速前往赶人 曾有带拍描述被抓的过程 今天拍脖子 王一博 在远处高楼的缝隙里仅仅拍了一分钟 然后我就看见王一博朝这边看 还和我对视了 随即他就冲着我们这边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我知道这次拍摄肯定要凉 然后我迅速拔腿就跑 果然场务马上就上来捉人了 回想起那个笑容 看上去很绝美 但那是勒住带拍们喉咙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一博的好眼力粉丝们一直都是耳听为虚 带拍们却眼见为实了 在经过有匪之后 王一博抓带拍的能力越来越专业 在拍摄《风起洛阳》时 在剧组依然坚守着鹰眼的本分 总是可以准确地发现 镜头所在上一秒开心拍 下一秒被鹰眼发现say good bye 挑战横电鹰眼 那不是必然输吗 王一博是最难偷拍的艺人没有之一 奉劝那些带拍们 不义之才不可得 铤而走险不值得呀 原创不义 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 私聊授权巴掌随笔 虽然寒冷的冬季飘舞着洁白的雪花 但是浪漫不会被寒风冻结 时尚也不会被寒冷阻拦 不知在平安夜前夕 王一博带来海伦凯乐这份强劲的圣诞礼物 各位看官是否还满意 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圣诞夜 狂欢夜和跨年夜 王一博的年货大礼包会继续带来无限惊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字幕蔬역 字幕蔬入收 interesante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联益 您拐走